拒绝盲目跟从 坚持圣经公义 这是激进改革派基督教频道 门徒频道 大家知道 在上周六号称是 基督教最大媒体的时代论谈 终于写得出一份报道 谈论这次郑嘉辉事件 过了这么久 但一出来 是被人吵爆 由上周六到今天 是被人吵爆 大家有时间去她的Facebook 找个Po 看一看留言 是吵爆了 因为很明显 这件事已经是所谓证据确作 有物证又有人证 兼且很多东西解释不了 但你时代论谈的报道 简直是完全欠缺一个专业的水平 是很明显看到你们在这件事上 是完全乒乓这个的 郑嘉辉和嘉南棠 你们没有中一个作为基督徒的良心 或者作为一个传媒的良心 你们的良心已经被狗吃了 时代论谈你们绝对不是一份媒体 我都是引以为耻 我觉得所有信徒都要把这份所谓媒体 所以大家经常听到传媒会中立 其实这是废话 是没有可能做到中立 一篇的报道 就算我说的 只是牵涉有两方面 你用多少个字数去报道A方面的说法 用多少个字数去报道B的说法 你先报道A然后再说B 或者你报道哪一句 不报道哪一句 这些本身是一定有取写的 就算由传统媒体的年代 到现在网络媒体的年代 都一定有这些取写的 而这些取写 本身已经是反映媒体、编辑或记者的取态 所以其实传媒或者报道 本身是没有中立这件事 是绝对会有一个立场 就算所谓的中立 本身就是一个立场 所以在《时代论坛》 对于郑家辉今次这篇报道里面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 当然有一个取态、有一个立场 正如我们门徒媒体 都会有一个取态、有一个立场 但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呈现了事实的全部 还是说你是西选性披露 造成一个印象 而这个印象就是被人看到 你《时代论坛》 今天是站在郑家辉这一面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 是年日以来被大家闹爆 就这样 你呢? 由这个题目 都不用看内文 已经看到他们 完全是站在郑家辉那边 加兰堂的关注组 投诉牧师有承送 操守问题 郑家辉怎么说? 各单位就已经了解了 是投诉者未能释怀 是你们不能放下这件事 我们看一篇报道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你只是看报道的标题 以及《列宴》 就是导言那一段 你基本上就已经能够了解 究竟这篇报道说些什么 以及他们的取态是什么 你从这条题目里 你都已经完全知道了 时代论坛的取态 他第一段说什么? 日前有基督教加兰堂的送徒 组成基督教加兰堂 郑家辉牧师事件关注组 就质疑他的创堂主任牧师 郑家辉个人承受和操守问题 他们曾经向教会和不同机构投诉 其后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声明以及公开多项 对郑家辉的指控和相关的细节 郑家辉表示指控失实 对事件表示难告 他已经接受各单位查询和了解有关事件 为投诉者未能释怀 他又不同意以网络公審作为解决衝突的方法 你只是由这个导言加上刚才的标题里面 你已经看到根本对于时代论坛来说 那个conclusion是什么 就是说你有投诉 投诉了 接着郑家辉正在处理中 但是你不接受 I am so sorry 是说完了 是说完了 这个就是时代论坛去理解整件事 和他们作出的结论 但这不是我们所了解的事实 而且我差点讲漏了 他整篇报道里面 他似乎就好像涵盖了各个不同的指引 但有一件事他没有说到的 就是关于抄袭那件事 就是抄袭、袁天佑牧斯 那篇在《纵新闻》里面的文章 郑家辉在《復活节》那篇广章照抄 整篇报道是完全没有提过的 那为什么没有提过呢? 因为真的解不了那份东西 是断到正了 只不过袁天佑牧斯不投诉你 那你就不提那份东西 但这件事是完全说不通的 那你见到 哇! 时浪台刻意不讲一样 郑家辉解释不了的东西 是帮到出面了 是完全帮到出面了 那我们在下面 再去慢慢讨论一下 他说一下关注组 设立了面书的专业 提出种种的指项 跟着呢 加南团的分别在1月4日和21日发表声明 提出很多指控 包括擅自来用旧奉献金 以义务牧斯身份收取新金 借用下属的首字名 去买私人物业 跟着就拿了机构向加南团的社关支度 当作个人奉献等等 下面那些各项的指控 我就不再一一去讲 因为讲了真是浪费时间 但套路是怎样呢 每一项的指控 首先就讲了 关注组的版本 他们去指控 郑家辉什么什么 然后再去写出 郑家辉或者加南团的回应 什么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 但这个套路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是没有详细解释 究竟合不合理 他没有讲究竟 郑家辉或者加南团的回应 合不合理 这个绝对是失职不合格的报导 传媒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记者 我们不是一支录音笔 如果我只是纯粹要知道录音笔的时候 我不用理 不是对方写些什么你就照写的 你要去分辨究竟他说的那件事是合不合理的 如果对方说的那件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都是已经过不了理性的考验的时候 不是照写的 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我再说得明白一点 文汇报或者大公报 都是说回究竟哪个人说过什么 林郑说过什么就照写 文建联说过什么就照写 谭耀宗、李慧琼说过什么就照写 你可以说他都是报导的事实 但为什么我们会批评文汇、大公 他们是一个亲建制 或者他们完全漠视一个正义、真理、事实 因为他们没有去写出那些东西 究竟对不对 你传媒是有更高的责任 不是一个谭话、一个谎言 你都照写下去 就算那个人真的这样说的时候 你都有很多方式去提出疑点、质疑 或者找第三方的说法去反驳等等 不是对方说 你明知道对方的谭话 你都照单传授 他说什么你就照写什么再报导出来 这不是记者 这只是纸录音笔 如果我要录音笔的时候 我不用管 而你时代龙塔在整件事件上 就是在做这一件事 才能看到根本没有把事实的全部反映出来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说500元 500元你不只是说回嘉南堂那份声明就可以了 他有声明幻觉 有声明 但他的声明上面所写的东西合不合理 这件事你不能够回避 好像刚才那样 第一次我已经示范了 哦 原来当时前一届的执事会主席 他自己亲口承认 他自己也不知有备用金的制度 切纳等等 那你是要说出来的 你说不到这件事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失职的传媒 你还包装到 他说郑家辉好像已经在每一件事上都已经解释了出来 这个绝对是一个失职的传媒 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最后天道这一道 这件事其实就是跟他太太欧永儿有关 因为欧永儿在天道那里摘了一个文稿编辑的project 但是他摘了之后 竟然被郑家辉的下属 即是其他的同工去做 但是出个名字就出他 甚至乎那些同工下属 在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天道去做 于是 时代论坛就找了天道的副总干事黎永明去查询 黎永明就居面回复 起初收到投诉的时候 他交由天道的总干事 和出版总监廖金元牧师处理 因为廖金元和郑欧永儿对话的电邮 是抄送给他的 因此他得知郑家辉因为郑欧永儿事忙 主动提出帮忙部分的前期功夫 而郑思姆表示最后定稿 是由他一手到尾亲自跟足 因此天道就认为 欧永儿是没有违反合约的要求 亦都认为 学属成宋 及个人操守的指控是不成立 为什么我说时代论坛的报道是垃圾呢? 其实天道这个回复都是垃圾的了 时代论坛更加垃圾就是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说 至少有两个童工就说实际上是他们做的 那个工作实际上是他们做的 那这个已经是跟刚才天道的答复 是不一致的 有冲突的 那作为记者、作为编辑的时候 要说这件事出来的 或者要追问天道的 而天道的说法绝对和事实不符 那我当天道书面回复了 不想再次受你访问的时候 你就在后面再说 那位前童工是怎样说的 那位前童工不是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本是牧师给他们做的 他们做完之后才知道这是师母的工作 等那本书出版了之后 2019年拿回教会 他们看一本书 咦?那么熟? 好像之前我们做的 但为何文稿编辑是写师母的名字呢? 你要说出来的 你什么都不说 人家怎么回答你 你就照抄抄去的时候 你真是录音笔来的 你不是记者 你那帮编辑全部都垃圾 所以这就是时代弄谈 为何你这么失败的地方 门徒事工七岁生日 来到1月8日 星期日下午 我们举行一个感恩庆祝会 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立即报名 又到圣诞节 今年平安夜 门徒小队继续向港岛区露宿者报价音 验证招募师班园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立即报名 门徒论坛 计划举行实体聚会 需要征求地方 交通和出入方便 可以容纳10-20日 每月借用一个星期日下午 愿意借出地方的朋友 请WhatsApp55100-852 联络我们 撑起良心店铺 门徒公议节目 推出免费广告计划 欢迎所有良心店铺参加 打破固定收费模式 由你借由货金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填妥资料 立即登记 上周《时代浪坛》 指控我们 现在建立的基督教新博客网站 和理非100 抄袭送养百川的商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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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笑 但整件事也忍不住笑 这个这么搞笑的指控 刊登了之后 反而被送图 骂到反艇了 自己看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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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周的连续两集的门徒头条直播中 我都解释了 不重复了 加上也发了一个声明 大家慢慢去看 今集说些什么呢 其实想分析一下 《时代浪坛》近这几年 为什么会不断走下坡 流失大量的读者 想说一下这个现象 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 主要有几个死因 第一个死因就是 《时代浪坛》是对教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禁声 禁声 不出声 不报道 不发声 这件事我相信 大家都一致认同 近这几年 对于教会领袖 和堂会 很大件事 是错得很重要的 《时代浪坛》 永远扮看不到 或者轻描但写 例如上年的基督教主因会 挪用了建堂奉献 这件事连《苹果日报》也有报道 是港文版大新闻 我们也曾经开过几次直播 去到荃湾现场 但《时代浪坛》竟然没有提过 很搞笑 一个基督教媒体 为什么对于《基督教》里面的大事 竟然可以 当看不到呢 另外 几年之前 陈龙斌奪堂 劈走林郭章牧丝 奪走《善乐堂》这件事件 《时代浪坛》竟然是帮了陈龙斌那边 不分是非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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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差点点 有点说漏 《UCC》闭门安立朱又成 这件事件 《时代浪坛》同样是完全没有报道过的 虽然当时搞得差不多整个教会都是一片马上的 香港教会的问题 近几年是恶化到全香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的 大哥有一个管奥名在 你也知道香港教会是烂得多重要的 就是天路人怨的 但《时代浪坛》是怎样呢? 是假装鸿 假装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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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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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这样的态度 那些人就会觉得 你根本就和陈龙斌走在一起 你根本就和陈龙龙江走在一起 你根本就和陈维安这些人走在一起 自然大家都会背起你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时代浪坛》会缺席一些教内的大新闻 这跟刚才那个有点不同 第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坏事、恶事、一些教内的不义 但这里说明明在说一些都挺控动的大新闻 不知道为什么《时代浪坛》也是不报道的 很奇怪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公布了2021年度的《门徒公义基督教十大新闻》 这是宋徒的一人一票选举 我看过这十单的新闻 很奇怪 《时代浪坛》只有一半是有报道过的 其余那一半要不就没有报道 或者只是报道一半 两半就是说不完 不是说不完 我举个例子 他有些什么呢 上年第三位 欺福协会说那些女宣教士 如果被强奸就当以身体为制那件事 那件事我当一半 为什么我当一半呢 他只是在他网站那里出过这件事 只有那几百字 但他没有在那个礼拜的印刷版报纸出现过的 哦 这样啊 也没有在他面书那里出现过的 即是说除非你是非常留意他 是特意走到他网站那里看的 即是小声说 没错 很小声说 差不多这样 掩着嘴说 他不是没有说 我当一半就诈这件事 例如第五位 天主教香港教区六四离十教会被挂上之妖华雅 对了 时代隆坛没有报道过的 是没有报道过的 好 接着另外一个 第六位 罗庆才牧师来港提早辞任浸联会会长 浸联粗暴DQ了开明派的候选人 这件事当一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那上半部分 罗庆才会长提早来港辞任 是有报道过的 有上集 但是 哈哈哈哈哈哈 后面那一套 这个选举DQ是没有报道过的 没有报道结果 烂了影片 哈哈哈 哦 原来拍烂影片 我们也 都报道了很多次了 节目有做过 是啊 讲过很多次 现场直播也做过啦 很大 时代六台竟然完全没有报道过的 哦 烂了下面 所以我当他一半 这个就是 一半啦 给个半分 好 接着就第七位 沙田浸信会 迫同工做十一防献量 没有的 是没有报道过的 没有的吗 是没有的 这个你都不报 都不报 哎呀 怎么给你分 最后一单就是第八位了 基督教福音信仪会 环雅 何曼晚舟 战胜阿巴回国 这个同样 时代六台没有报道过的 这个我都不敢报 你怎么不报呢 当时大家都聊 我都报了 是不是 节目都有说 你见到 喂 十大新闻 竟然时代六台只有一半 另外一半 几乎是没有报道 或者是报一点点 那么关键性的分数 你不拿 那你别跟人说你是基督教传媒 完全不合格 如果我考试 只有五十分就是你 你明白吗 我一半一半的计算是六十分 如果我是missi 我会生气 这些题目你这样也不回答 是啊 没错 真是干什么 干什么 不合格 真是完全不合格 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我们叫做行礼如仪 什么意思呢 无论多大的新闻 陈龙斌 善乐堂 盧龙江 那些你又不敢去报了 然后大的新闻 你只有一半报 一半不报 难得另外一半 你肯报的时候 永远是 出一篇报道 搞定 一篇而已 不会多 不会有第二篇 不会有第三篇 只有一篇而已 这些我们叫做行礼如仪 做新闻不是这样的 我想说 做新闻不是平均 而是说 越大的新闻 你应该用越多的蝙蝠去做 这个才是现代做新闻的手法 苹果日报 肥佬黎是怎么做报纸的呢 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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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今天有十单的新闻 刚刚港民版也是十版的 会怎么去分配呢 是不是一版做一条新闻呢 肥佬黎不会这样的 肥佬黎会跟你说 最大的新闻 用五版 就是足足用一半的蝙蝠去做 因为那宗很重要 多人去看 那你就用最多的蝙蝠去 满足读者的需要 然后第二位的 他会怎么做呢 可能就会给你两版 然后第三重要的新闻 就给一版去做 其他那些就放在剩下的两版 这就是苹果日报或者肥佬黎 做新闻的方式 这些后来就香港其他传媒 都会去访考 这才是做新闻的方式 《时代论坛》这一种 一单重要的新闻 一篇报道 多重要都可以多一篇报道 这些已经是很落后的事情 而且他身为一个基督教的传媒 他现在是可以说 没有了一种所谓 塑造教会新闻 带动议题的能力 你会看到 其实今年头这两个月 香港基督教最大的两个议题 不是由《时代论坛》带起的 是由我们门徒媒体带起的 例如一月初什么呢 一月初的时候 政府不是呼吁的 教会可以自己决定 是不是暂停实体聚会 还是说可以继续实体聚会 那时候还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发觉 原来每个中派或教会的处理是不同的 只有我们看到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用了整个星期时间 去逐个中派去找一下 究竟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了 回教会 我们早了整个星期 然后《时代论坛》才跟着 哎呀 接着差不多一月底 那时候爆了郑家辉这件事件 大家一直都关注 我们足足做到现在 在阿辉正转 也是我们带起的土壤和潮流 传道林泰没有跟过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任何报道 而你作为一个基督教媒体 你是所谓失去了带领风潮 这件事 其实传媒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所谓 making agenda 制造的议题 你作为传媒 你都已经失去了这件事的时候 反而你跟在我后面 不是你带着我 而是我带着你 整件事真的说不通 而说一句 《时代论坛》 不是说没有这些所谓的 营造议题 去做新闻的能力 其实它真的有 看这个我想知道 因为上年《苹果日报》 被结束了 很多行家就出来了 原来有两个行家去了《时代龙头》那边 有一个就是以前《苹果日报》 《港民版》的资深记者邓力恒 邓力恒以前做过《明报》 做过《苹果》 做过很多独家东西 走过《教育必》 也做过《教会新闻》 另外以前《苹果日报》的首席记者 陈国明 原来也去了《恩典时刻》 撻串去开麦 《恩典时刻》就是《D100》 和《时代龙坛》 大家一起搞的节目 只说这两个行家 说真的都要独当一面 《苹果》出来 一个是专业人士 一个是首席记者 对 专业人士 你手上有这么好的牌 你做什么新闻都可以 但是你有这么好的牌在手上 做什么新闻出来 我看他做些很无聊的新闻 例如邓力恒在《时代龙头》 近来做过什么新闻 就是上个星期 说我们的《和理非100》 是抄送荣百川 就是邓力恒做了 他做这个事情 很低手 新闻记者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惨 大佬 是惨得很厉害 那篇报道 我后来看 原来《时代龙头》 足足找了两个记者 去招呼我们 我想想 要不要写这些东西 要找到邓力恒的质数 不是吧 我真的觉得很惨 他们就是有好的牌弹 不懂得怎么用 那其实不是我们厉害 你明白吗 我们一定也不厉害 那种搞笑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例如现在 周永发 周星辞 刘德华 梁朝伟 免费帮你拍戏 是免费帮你拍戏 那你拍什么戏呢 常气 不是 拍无间斗 都不是 倒神 又不是 功夫 都不是 原来你去了拍《爱回家》 那你先拍完上戏 麻烦 割製巨星 周星辞 香港的票房记录保持者 还有法哥 还有华仔 你拍到《爱回家》做什么事 如果《爱回家》出现这些声音 真是吓死人 吓死人 现在《时代论谈》就是这样 你找了这么多好的回家 拍《爱回家》 接着 写一篇报道说 我们抄袭信仰八川 我真是完全拗头 你浪费人才 真是 第四个 死因 无聊 这个无聊 《时代论谈》不断做些很无聊的报道 它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讨论一些无意思的话题 近年越来越暗化 例如最近他们喜欢说什么呢 说VTV 说MIRROR 最近有一篇文章说 从VTV的成功看教会情景 什么真诚打破虚幻 出来之后 没人明白 我只听他说什么 人们觉得跟风 不要说潮流 说偶像 人云亦云 普通宋徒都会觉得 不要说这些东西 很多重要的东西 你不说 说这些无聊的东西 最近我还留意到什么呢 《时代论谈》的面书 是喜欢出一些art like post 什么叫art like post 就是会写一些冷善情的东西 引人去叫好 例如送养星光闪耀时 是节目 是冷善情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加油 我们面对疫情 我们要努力写这些东西 我想说如果你是粉红亲的那些专业 有时候会这样写一些冷善情的东西 那些我理解的 但是你 《时代论谈》 你是传媒 其实不应该这样 经常写这些东西 他写blog 你当了自己是blogger 但是 你不是blogger 你是reporter 今天天理好 作首诗 没错 无病心人 你不是blogger 你是reporter 大佬 而你不断的作首 其实是不好的 去削弱自己作为传媒的形象 又用苹果日报做例子 你想想一下 苹果日报 是每天A1第一版 只出姜濤的照片 或者只出Mirror的照片 你会觉得怎么样 他不是出新闻 是出姜濤的照片 你会说天天的触发 洗完就没有了 你很快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变了质 这份不是传媒 而《时代论谈》 现在是差不多天天 只是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人家转型 转娱乐版 转型要向好的方向 他现在是刚刚相反 是向下堕落 近一年以来 我们看到香港很多的网媒 或者基督教的节目 一些信仰的平台 他们也相继结束了 本来是有很多空间出现 因为读者都希望去找其他取代品 本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你看到《时代论谈》 是不思众取 不众反退 结果是搞到一个又一个死忠的粉丝 死心了 放弃了 最佳的印证是什么呢? 刚才提过他们去抹黑《和理非100》 这篇抹黑《和理非100》的报道出了之后 他们的面书是洗版 是被宋徒 不用出声 不用出声 是被人闹到反听 是被人闹到反听 这些事情以前不会出现 起码可能有几个《时代论谈》的死忠 出来去拼一两句 或者去护寒一下 这次是没有的 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你真是太糟糕了 不知怎样跟你互相 而且他们的死忠全都走了 哪有死忠呢? 我预计 以现在他们这种急速衰落的趋势 只能够维持多三年左右 就是《时代论谈》 上星期 《基督教圣经和神学讨论群》 有个成员提出了一条问题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就问 一个跟着《时代》后面走的《基督教媒体》 即是《时代论谈》 对于全城军动的善乐堂事件 不发一言 对于著名牧者洪抱一岸 不予谴责 现在有青年牧者涉嫌财政混乱 盗用港章 即是郑家辉 完全无动于衷 却最深讨论偶像现象 即是刚才说的VTV 还要主动出击 找行家的话柄 这样的论坛 还有存在价值吗? 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想想 是的 究竟还有没有价值呢? 我想了想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 是? 我觉得我们看着《时代论谈》 这样不断沉拢 又本来昔日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教来媒体 现在堕落到被人唾弃 值此可以鞭策自己 也都令我们门徒媒体要时刻警觉 千万不要有朝一日堕落到成为另一个时代龙坛 没错了 反面的教材都是好的教材 终于做到反教材有用 没错了 我们要看着他们 也要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有一天衰到变了另一个时代龙坛 这个是要警醒的 今年开始我们都不断努力 亦会做很多事 希望建立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传媒 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门徒媒体能够取代《时代龙坛》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继续的支持和提醒 门徒事工七岁生日 未来1月8日星期日下午 我们举行一个感恩庆祝会 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数一数有下个QR Code 立即报名 又到圣诞节 今年平安夜 门徒小队继续向港岛区 露宿者报价任 验证招务司班员 数一数有下个QR Code 立即报名 门徒论坛 计划举行实体聚会 需要征求地方 交通和出入方便 可以容纳10至20日 每月借用一个星期日下午 愿意借出地方的朋友 请WhatsApp 551-00-852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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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起良心店铺 门徒公议节目 推出免费广告计划 欢迎所有良心店铺 打破固定收费模式 由你资金 数一数有下个QR Code 填妥资料 立即登记 唐浅 上周五在《时代论坛》 刊登了全版广告 在上月底发表的声明 这份声明 因为我们在上月报道过 在节目也提过 所以不重复 如果大家想知长情 可以看回《门徒媒体》的网站 这里有几点要回应 第一 在这个广告里 那个声明就写在7月31日发出 但如果你看回《教会面书》 就写在7月30日发出 但事实上 这份声明 其实应该是7月28日发出 因为第一个电邮给我们门徒媒看 而我们即日帮他刊登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一份声明 竟然那个日期 都要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我真的完全理解不了 但其实我最想说 就是《时代论坛》 因为我发觉 在整件事里 《时代论坛》的表现 真的非常噁心 你用噁心来形容 是噁心 收广告 真的没问题 全世界的媒体都会收广告 但问题就是 这件事在上个月 闹到全国香港都非常控动 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传媒 《时代论坛》 其实由此到中 都没有报道过这件事 可能你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或者我们报喜不报忧 但你现在收了别人的钱 登了广告之后 你才报道 太过明显 这件事太过明显 而这个报道的立场很明显 是帮唐震洗白 因为它里面 是根据唐震的声明 去反驳Channel C 的报道 而这个报道的手法是非常之恶劣 基本上声明说了的东西 它就搬至各自 当是达了 我举个例子 例如它里面 引述了Channel C 的指控 有个投诉的会友指 那六个日品教会的会友 被教会用尖污主名的理由 禁止他们领盛餐 和暂停所有的侍奉 更加要DQ他们的会籍 记者又怎样写呢? 它就是搬至各自 教会声明指 人性中的丑恶 会使人作出令人失望之举 对错而不改的人 教会施行纪录情治 是促于管教的真爱 这份声明没有回应过这个指控 而记者就这样搬过去 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时候 你就应该问教会 为什么你DQ的会友 停他的声参 而不是声明这样说 你就只要这样去写 你们记者 你不是知道六音笔 还有我觉得 负责这篇报道的记者 编辑以至转篇 你是否真的相信你们写的东西呢? 这份声明完全是推淌 说谎 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写的东西? 你作为基督教的媒体 不是这样做事吧? 如果你跟我说 这份是善稿 我仍比较好受一些 所谓受人钱财 就是替人消灾 没错 但很明显这篇不是善稿 因为善稿的时候 至少不知左上角右上角 要写着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善稿是否就是假扮文章的稿? 假扮稿 但它不是 它没有写到这些东西 等于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网络的例子 YouTube很多所谓食评 在酒店和餐厅吃完之后 YouTuber就会评论一下 好吃不好吃 有些YouTuber会收钱去拍这些食评 但他们会说明这是付费的食评 等那些读者听众去看的时候 就知道 你收了钱 所以如果你在影片中形容很好吃 即是一般 如果你形容是一般 即是恶劣 如果你形容是恶劣 即是不用去 这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收了钱 这篇真是善稿的时候 你要说的 不可以不说的 这个和新旧媒体没有关 如果这篇不是善稿 真的报道的时候 问题更大 根本是一篇不合格的报道 你没有求证过任何东西 你有没有问过那些投诉的会友的feedback 我就有了 至少我们做我们做传媒应该有的事 甚至乎我找过王达强牧师 叫他回应 叫做正反 双方都问过 所以后来被王达强牧师 吵到什么 但起码 你要做的 你现在真的写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是主篇 我立刻扔掉它 重新写过 这篇是什么 喂 在《时代论坛》那里 买一个全版黑白广告 我查过 8千元而已 但我不管究竟你有没有收过钱 你不是写这些东西吧 不合格的那篇 是侮辱你的报格的 真的 以前我是批评《时代论坛》 在郑家辉、善诺堂的事件等等 我们都是说他什么是非不分 偏淡其中一方 但今次在《九龙堂浸送会》这件事件里 你见到《时代浪坛》是衰到 是看钱去做事 真是完全看不起他 门徒事工7岁生日 未来1月8日 星期日下午 我们举行一个感恩庆祝会 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立即报名 又到圣诞节 今年平安夜 门徒小队继续向港岛区 露宿者报价音 验证招务司班园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立即报名 《门徒论坛》 《门徒论坛》 计划举行实体聚会 需要征求地方 交通和出入方便 可以用纳10至20日 每月借用一个星期日下午 愿意借出地方的朋友 请Whatsapp 551-00-852 联络我们 撑起良心店铺 《门徒公义》 推出免费广告计划 欢迎所有良心店铺参加 打破固定收费模式 由你借由货金 数一数右下角QR Code 填妥资料 立即登记 《时代论坛》 上一期他们做了一个头版的专题 引述《教会更新运动》 有一个调查 就说教会受到移民潮的影响 所以在过去两年 就逃了6万人 占全香港基督徒大概两成 很大劲 有些教会连职员、幹事都逃走了 请不回 搞得连唐主任都要亲自洗厕所这么惨 我看了这篇报道 我是非常非常生气 《时代论坛》引述那份调查 其实就是《教会更新运动》 在去年发布那份2021逆境中 香港教会更新研究 这件事我们也有报道 这份研究在去年年中进行的 在11月发布 《教新对上一次的教会普查》 是在2019年 反修例爆发之前进行的 就没办法反映 究竟整场的反修例运动 对于香港教会的影响 但《教新的教会普查》 是每五年才做一次的 等不到五年了 所以才做这份中期跟踪研究 反映这个情况 没错 这份跟踪研究的确反映了 过去两年 香港有几万的宋徒离开了 但那份跟踪研究 就是清清楚楚写着 这个回众流失 不单单是因为移民潮 退休潮 那样东西 是有两万人在社运 2019年就已经离开了 香港教会 因为这个香港教会 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当中 是表现得非常之差 站在政权那里 站在林郑那里 支持这个反修例 怎么会令正常的香港人不生气 怎么会令到有良心的宋徒不生气 所以就离开了 离开了两万人 这个就是因 这个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但《时代弄坛》整份报道没有写到这些 他们解释那六万多人 就是因为移民潮 什么退休潮 什么疫情 就是没有说到2019年 为什么 因为那些什么疫情 什么移民潮 不是教会的问题 你可以说是大势所吹的问题 但2019年 走的两万人 就正是教会的问题 《时代弄坛》就不敢说 任志强写了你盲锁 他自己知道的 你自己去年《时代弄坛》做了一份跟众研究的报道 就写了 到现在时间不够一年 你不写这件事 炒了记者吧 炒了你自己 炒了你自己 香港教会的手袋是臭了 这几年 当香港人提起教会的时候 可以说神真鬼烟 搞到正常的会众 宋徒都走 现在香港宋徒的人数 是倒退到20年前 1999年那个人数 为什么 因为有苏永治 有邝保罗这些假教师 这些偽教目 是周不时去洗脑 说完这些根本不符合圣经 不符合公义 去骗人的东西 你又怎么会令到香港的宋徒不走 根本就在这里说一下 但除了这批人之外 还有李时代弄坛 二十九几年以来 就不断包庇苏永治 邝保罗这一类的人 二十几年以来 有哪一单的报道 他们曾经说过 苏永治的问题 没有 他们什么时候说过 邝保罗说的问题 没有 什么时候说过 其他我们报道过 林以洛那些问题 完全没有 只有我们门徒媒体 2016年成立了之后 我们才开始报道这些事情 那2016年之前呢 你时代弄坛在做什么 每次都报喜不报忧 就算好像现在香港教会 出事了 你都要找个角度 去包庇香港的教会 当看不到 香港教会衰到今时今日贴地 除了刚才说的假教师 或者他堂会的问题之外 你们时代弄坛 都要负很大的责任 香港教会就是越移民潮的问题吗 就是退休潮的问题吗 就是疫情的问题吗 这是19年的问题 甚至是从2014年佔领运动开始的问题 这么多年以来 香港教会的问题 交目的问题 港道的问题 你们都完全不报道 包庇的 当看不到 香港教会 搞到今时今日 你们时代弄坛 都要负一部分的大责任 大责任 而我到今天为止 我在面书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 我还看到有很多所谓众暴派的宋徒 周不时去分享时代弄坛的报道 给like share 他们以为自己很关心社会 真的很关心教会 你看着一份文汇报 你看着一份大公报 时代弄坛就是基督教的文汇报 就是基督教的大公报 你们天天就在看文汇大公 还不断去like 不断去share 你们根本是一班白痴